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怎么改良它 你要怎么延伸它 一步一步地把它解决掉 好 我们来教一个名词 Singularity And Zero Infinity 谢谢 谢谢真正 好 第一个 A function Is singular Or Has Singularity At a point Z等于0 好 假设我们说有个方程式 它在Z0的这个地方 它是Singular 或者它有一个Singularity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 This function Is not analytic At Z等于 Z0 抱歉 这边是Z0 不是Z0 第一个 它这个点呢 不可解析 加上 它的附近 它的内部 OK This function Is Our Analytic In The neighborhood Of Z0 也就是只有这个点 它是其异点 它的旁边全部都不是 那这个时候 我们说这个方程 它是在这一点 Singular 或者是 它在这一点 有个其异点 OK 假设呢 Now 假设有个函数 你把它做 Loren 展开来 是不是可以写成这样 再加上后面 对不对 N等于1到无穷大 BN Z -Z0 的 N 次方 Z -Z0 OK 一定是有个范围 好 那重要的呢 我们已经讲过了 principal power 是这个 The principal power OK 假如说 这个principal power 我们把它展开来 它是不是会有 B1 Z -Z0 一直来 一直到达 可能到达某一项 对不对 BM Z-Z0 的 M 次方 假设 每一个BM 通通都不等于0 因为等于0 它就不会出现了 假设出现了这几个项 比如我们知道Z0 它是奇异点 但是它发觉一件事情 有好多个都在Z0的奇异点 这边有M次方 那我们怎么来讲呢 我们就称之为 a pole 一个pole and the order of the pole pole的 order OK 所以说呢 假设我们有一个东西 假设我们有一个东西 for example FZ呢 FZ 把它写成为 比如说 Z乘上 Z-2的五次方分之一 假设是这样 这一看就知道 它有几个pole 它有两个pose two poles 在哪边呢 Z等于0 跟Z等于2 但是Z等于0呢 order 只有一个order Z等于2呢 order是5 OK 这有什么作用呢 这待会儿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有一些 很特殊的作用 OK 好 我们已经讲过 我们最主要的目标 是要做这件事情 今天我展示一下 简单的这件事情 看看有没有机会 把这个pole的形状 状况都把它讲完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 来做 给大家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看看 我们怎么来解决 假设有个函数FZ An Analytic Function On C 它在C 这个积分的路径上面 它是可以解析的 And In C 在C的里面 也可解析 但是除了 Except At Z的这一点 不可解析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 Laurine 展开式把它展开 Laurine 我可以这样子写 对不对 那么重要的是 其中的B1 是等于2πi C FZ DZ 它可以写成这样 所以这件事情 就告诉我们 FZ DZ 沿着C的这个积分 就可以写成2πi 乘上B1 B1我们知道 它的名称叫做Resitive 所以呢 我要把它写成 B1怎么算 B1怎么算 我们找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看 好不好 Example 请大家 我们刚刚已经算过 Z的五十方 乘上SizeZ 对不对 Z的 除以Z的五十方 我现在把它除以Z的四十方 就好 我要 对Z积分 沿着一个路径 这路径包含住 0的这一点 A Unicircle 好 请问一下怎么办 我当然很麻烦 但是这边告诉我 根本就不要算它 你要找的是B1 等于什么东西 所以我先对着它展开来 把B1找出来就可以 相当于说 Size Z Z的四十方 会等于什么 展开来 我们算算看 它会有 Z的三十方分之一 减掉 三阶层分之一 Z分之一 再加上 再加上五阶层分之一的Z 减掉七阶层分之一的Z的平方 三次方 三次方吧 OK 它应该是这个样子 这一看就知道一件事情 Z分之一在这边 它的西数在哪边 这一个 就是B1 所以呢 我们的解 2πIB1 现在就等于 2πI乘上负的三阶层分之一 这边六分之一嘛 负的六分之一 这边负的三分之一 负的三分之πI 答案跑出来了 这个就是它的答案 OK 我们B1这样子写 会让人家 搞不太清楚B1是什么 所以呢 一般我们喜欢这样子写 会写成2πI B1我用什么样来表示是呢 它跟FZ一定有关系 我们呢 它是Residual 什么时候的Residual 当Z趋近于到Z0时候的Residual 我用这样子来表示B1 所以以后呢 我们看到的一个Equation就是 FZ DZ 假认为B1 假认C呢 include include the singularity Z等于Z0 那么它就会写成2πI Residual Z趋近于Z0 FZ的Residual 我就这样子写 我就这样子写 这个 就变成我们最重要的Residual Residual Fury OK 好 我们再来看一题 看完之后呢 来介绍一下它的技术问题 讲到这个地方 其实这一章最重要的概念已经讲完了 那这个概念的本身呢 事实上做到最后面 纵使你把前面那些推导过程通常弯光光的 你记住这个 它就已经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这种积分是很容易的 它从而不在于你怎么积 而是在于你怎么展开来 OK 好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题目 好 还有时间 OK 我们有个积分呢 它是对这个路径 是个圆的路径 但它半径只有二分之一 那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看看z的三次方 减掉z的四次方 我发觉z的三次方可以提出来 1减掉z分之一 对不对 这一看就知道一件事情 它有singularity z等于0 发散 z等于1 发散 对不对 has two 他用这两个 但问题是c是什么 z等于二分之一 也就是说 我们要是这样画起来 z等于0 z等于1 然后呢 我们这个c啊 c在这边 请问一下 你要不要去管1 你完全不管1 我们积分只管积分路径上面的 以及里面所包含住的特性而已 里面只包含一个点 z等于0的这个点 所以你完全后面1减到z 有没有展开来 不需要 OK 不需要 我看看 也不能这样讲 最重要是说 z一定要小于这个范围里面的 它也可以展开来 是没有错 对不对 假设 我看看 总之 现在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z有效的 一定要在 二分之一之内 OK 一定要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这整个东西啊 我可以对它展开来 我先把展开来写下来 然后再写一下它的范围 好不好 它会等于z的三次方分之一 加上z的平方 加上z分之一 再加上1 再加上z 再加上 一直上去 所以这样呢 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因为呢 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收敛 这个东西要这样子写的时候 只有一个状态 绝对只是要小于1 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这样展开来 所以呢 要不然的话 你这个整个的积分 你还是做不到啊 纵使你不考虑它 你也不晓得应该怎么积分 z等于二分之一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等于二拍i 因为呢 二分之一之内的 这个也包含二分之一啊 之内的 所以它等同于 也是有效 那么这个时候 我只要二拍i 乘上fz 在z 趋近于 0 因为现在有效 只是0 z趋近于0的 residu就好了 答案等于什么 二拍i 这一项 residu多少 e 答案就二拍i 算出来了 那现在呢 我们把刚刚的这个东西呢 写成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式子 formulas for residue 假设我们现在是个simple pole simple pole是什么意思 只有一次方 simple pole就是 m等于0 它的order等于0 抱歉 order等于1 ok 假设是这样子 那么 residu z趋近于到z0 的fz 假设 fz呢 你可以写成为 pz除以 小qz 而且呢 pz啊 不等于0 假设 它是这种形式的 上下两个相处 上面这个不等于0 那么这个时候 residu怎么求呢 很简单 你把它减掉z0 z减到z0 乘上fz 把这一点 因为simple pole嘛 它m只有一次方 把它乘掉 它本来应该出现在它的分母 你现在把它乘掉 之后呢 让limit z去均于z0 ok 我们看看 这个是m 这个是 它不是single pole 所以比较难 ok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 或者呢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它的residu啊 其实就是b1 对不对 那事实上呢 我可以这样子写 把它写在这边 它就等于residu z 趋均于到z0 假设它可以写成pz除以qz 然后这个时候 它可以等于什么 qplung 把z0这个点带进去 p呢 也把z0这个点带进去 也就是说 上面这个式子 假设成完之后 这个limitation很容易做的 你就用上面这个方式做 假设上面呢 成完之后呢 做limitation不太容易做的 你用下面这个 但是要确认一件事情 你f呢 一定要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上下有两个 z方程式的 z函数的 这样才可以 ok 好 我们来看看一下 proof 第一 很简单 fz呢 基本上我们可以 假设有个single pole 就是代表 它是这样子 它可以写这样子 这个叫simple pole 因为只有一个 它没有m 没有二次方 没有三次方 没有四次方 它只有一次方的 这个叫simple pole 那b1就是我们的目标 对不对 b1就是我们的目标 那我们怎么做 那这个很简单啊 我是不是把z 减掉z0 乘上fz 假设我这样一乘的时候 是不是第一个 b1跑出来了 第二个 a0乘上z减掉z0 乘上a1 z减掉z0的平方 a2 z减掉z0的三次方 这样一路下去 对不对 假如说我在前面呢 做一个limit z区均移到z0 limit z区均移到z0 你发觉 后面这些z区均移到z0 乘下就是0 后面通通都是0 这等于什么 b1 是不是答案跑出来 对不对 这样子 你就不用去展开来之后 才去找出 挑出b1在哪边 我这样直接就可以做 ok 或者是用下面这个式子 第二个 我们说fz呢 假设你可以写成pz除以qz 这种形式 假设可以的话 那么我们的qz 就是分母的这个 是不是类似于 你是不是可以对它做态度展开式 因为qz的地方一定是怎么样 qz0一定等于0 对不对 因为分母等于0 它才会发散嘛 所以那点才叫做pull 所以我对它做展开式 任何一个函数 gz对它展开 假设对z0展开来 根据泰勒展开来 它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对不对 我就做 第一个 z0带进去 它告诉你等于0 第二个 z减掉z0 然后呢 对q微分完之后 把z0带进去 再来 z减掉z0的平方 除以2的阶层 q的两次方微分之后 把z0带进去 它是不是变成这样子 OK 好 那我现在呢 把它弄一下 我们那边不是告诉我们说 residue fz的residue 是让z区定到z0的时候 是让z区定到z0的时候 根据我们第一个的算法 是不是把fz 先把z0这个singularity 它进来之后 一大票的东西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变成为 limit z区定移到z0 z减掉z0 pz除以 第一项 z减掉z0 pplungz0 再加上 z减掉z0 平方的二阶层 抱歉 这是q q两次方微分的z0 再加上 一直下去 对不对 好 那我就先做一下这个跟这个效调 也可以效到这个一次方 也可以效到后面的三次方变两次方 对不对 一直下去 然后我就取个limit z要趋近于0 z一旦趋近于0 抱歉 这边通通都变成0了 但是这个项里面呢 没有z减z0这一下 所以最后呢 只剩下什么 pz除以 qplungz0 对不对 z点 ok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一体 简单的一体 这一看呢 你就发觉啊 这个equation呢 马上就可以写成一个叫做什么 pz除以qz的东西 好像可以这样子 对不对 好像可以这样子 这样就吻合我们这边的这个要求了 好 那我们来整理一下 这个东西可以写成什么样的形式 z可以提出来 z的平方加1 9z加上i 对不对 9z加上i 它有 假设再来呢 可以写成z 可以写成z 乘上z加i z减i 它可以分解成这三个 所以这一看就知道 zfz has has 3 pals 哪三个 3pals 而且是simple pals simple pals z等于0 z等于 负i z等于正i z等于负i 有这三个 ok 那么现在的积分 就要看看你积分包围住哪一个 假设只包围住一个点 我们现在只讲包围住一个点的 或者是 你去求取看看谁的residue好了 比如residue fz的residue 哪一个residue呢 当z 趋近于0的时候 这是第一个 我可以请大家来算一下fz 当z呢 趋近于i的时候 或者是 fz呢 当z 趋近于负i的时候的residue 到底等于多少 根据我们这边呢 很简单 我可以怎么 z 减掉0 乘上 整个的fz limit z 趋近于0 这样就可以算了 所以当我这样一乘的时候呢 一乘进去 它是不是剩下的这个地方 limit z 趋近于0 那它就是9z 再加上i 除以z 平方加1 z等于0 0 消掉 9等于i 算出来 第一个算完了 ok 第二个 limit z 趋近于i 然后你把z 减掉i 乘上fz 是不是 等于limit z 趋近于i fz 乘上z 减i z减i 是它 是不是剩下这 这些东西 9z 加上i 除以z 乘上z 乘上i z 区近于到i 9z 加i 9个i 加一个i 变成10个i 这个是z 乘上两倍的i 就变成 负2 负2 5 就变成 负5i 算完了 这个 等于limit z 趋近于到负i 变成 z 加上i 乘上fz 变成 limit z 趋近于负i z 加上i 消掉 所以就变成 9i 9z 加上i 除以z 乘上z 减掉i 对不对 所以这些带进去 负9i 加上i 变成 负8i 这不是负i 乘上负2i 负负得正 2 又i 相成 变负 变得负2 等于4i Residual 一下子就算出来 我们发觉 在这种状态下面 你不需要 对它做展开来 一样可以做 OK 那这样一来就变得非常简单